怎么来一直突破自我 然后创造一些舞台的不可能 真的是Mission Impossible 我想 如果大家一起看了 我自己走过来了那么长时间 最重要的是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这个是我对舞台的要求 对自己对舞台艺术的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精神 也可以说是我们前一次 为什么用Iconic的精神 因为我觉得突破机器才是我一直想要跟所有朋友一起分享 看到我不想就是原地探户那种 不断去让自己进步 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 都让自己去看到有机器有多少的可能性 在舞台上面去不断去重变 我幸运的地方就是由我一般忠实的粉丝 因为我觉得我出来就是很努力去突破自己 尽量是由粉丝来去看到见证我这件事情 让我不断地去有这个力量去走下去 不断地去变 然后大家也接受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没有真的要很谢谢Aaron哥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一直都要到洪館才看得到 但现在我们在小巨蛋也都可以看得到 真的是很弹爱我们台湾的粉丝朋友 我一直都希望每一次 大家知道 九个大型的演唱会在香港的洪館体育馆 那个殿堂级的一个场馆里面去表演 然后别人玩之后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重点 然后我希望能够在西叶曲纹演唱会的起步点之后 能够可以去西叶各地不同的地方去表演 然后我的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 当我在香港完成这个演唱会之后 我希望第二站一定要来到台北 一定要来到台湾 第二站就靠台湾第一站是自己哄唱在香港 因为我的开始就是在这里 是 所以我希望 所以我希望 当然我家虽然我在香港全场 然后我现在我的家也是在香港 然后但是我的工作的重点 除了在香港去引发出来之后 我也希望能够可以给我 一起追随我 然后给我很大力量的台湾的肯定 然后希望能够就是 我一时间能够可以回到你们身边 然后表演给你们看 就是随时我所做的 是 又到艾伦就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台湾对您来说 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呢 特别还回到 可以五年回到了小巨蛋 我刚才说的很重要 就是我的开始在这里 所以我就已经表达到我心里面 就是一直对台湾 还有所有的歌迷 对我的宠爱 对我的支持 这份力量的持宠爱没有忘记过 对 那像13场在香港举办的Konic 演唱会非常的成功 口碑很好 那不知道您觉得 粉丝朋友 你希望他们自己来台湾 来台北小巨蛋看演唱会 他们是想要演出什么样的状态 还欣赏您的演出呢 你们是什么状态 是譬如说还可以 我也想 我问你们是什么状态 我想我觉得 就是我一直都说 就是能够可以分享 我在舞台上面的每一个面画 每一次的突破 最重要是由你们去来分享 给我的意见 然后好与不好我都会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当然除了您在舞台表演 这么这么的惊人 我觉得每一场秀 都好像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Performance 那您在电影 在各个领域都表现的 非常非常的优秀 很好奇 Aaron哥是怎么样子 可以调试好自己的身份 在这不同的领域里面 都是这样子 誓诈风雨 然后游刃有余呢 没有吗 搞不好今年金马奖 也会看到Aaron哥提名 有没有 提名 大家知道 我很幸运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 从音乐的领域 然后要回到电影的领域 在两者方面 我觉得都能够 可以得到一些平衡的收获 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家序 是 在音乐上面 大家看到我 竞争了我那么长的岁月 刚刚看到我们这次演唱会的重点 就是我又回到台湾来做我的演唱 然后 刚刚也完成了 我在香港的第九次 十三场的演唱 连续的十三场的演唱 这次我想 如果你在说电影方面 我第一个奖项就是 在台湾按理我的 最大男主角的三沙孔 聊到父子 我觉得连续两届 连续两届的话 我觉得是不容易 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曾经说我在舞台上面 在一个半张电影的舞台上面 我说过 这一次 就是那个时间里面 我拉到一个电影的展向 我还是跟所有的观众有承诺 就是说我会不断地 不会为这一次拿到展以后 就会停下我的展步 反而我要更加 对我的电影有更大的理想 要拍更好的电影 更不断地突破自己 所以我幸运地 就是我也许下这个承诺也要做到 就是在从三沙孔 颁发第一个奖项给我 到父子到一季以后 所有的电影 所有的电影 我都没有去去奔复我自己的角色 不断去挑战我每一部电影的角色 然后走过那么的岁月 每一个作品上面 我觉得好像我都扮演过一些不一样 不属于我自己过程的 本身的人物的一个角色 然后去奉献出来 给所有的一些观众来去欣赏 所以我觉得 譬如说你看在去年 联系结案里面 我演一个梅兰天的角色 对我来说走过那么的岁月 也拿过相爱的心价 对于梅兰天的角色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也是一个我从来没演过这样的角色 然后也得到大家很喜欢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 但是我觉得奖上的那个方面 我觉得都是顺其自然的 所以重要是要研讨每一个角色 我相信评审 或者是每一个不同的办公室里面 都会有不同的评审 来给你的一种家许 或者是一种提名 但是我觉得对于电影方面来说 我觉得 讲我想象就此次了 最重要是我 能够承诺我要去突破自己 这个时刻就在那里面 我相信没有 我相信所有的粉丝们 或者是观众们 都会看到我不断续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那像Aaron哥 平常在这么高压的工作状态之下 你看即便休息时间都在思考说 到底怎么样去突破自己 不管在哪一个零或每个面向 很好奇您私底下都怎么 有没有机会可以好好放松 maan 怎么 closed 愉快 刚刚完成了时尚三一厢的 然后幸运的 就是能够可以让我自己 现在的那个时间 有放松的时间 接下来可能可以说 我还有机会可以去旅游 流行 还有赛车 你跟早在这样的 temp 因为我觉得我的兴趣在平常生活里面怎么去减压 因为你当你去捐赴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应该很专注 但是当你放松的时候 我只会尽量去放废自己 放废自己 然后放废自己 然后比如说我喜欢下车的运动 因为下车运动对我来说是 作为我的起伤基金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 下车不单只可以我喜欢这种运动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去帮我筹款 然后在我的实际基金里面也可以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做任何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一面可以去享受下车的乐趣 下车的运动 另一方面也可以去帮助一些在我基金里面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觉得好像在放松自己 但是某程度上面还是有想到 怎么去帮助一些人需要帮助的人 是 不过朋友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Iconic的世界群的演唱会 您这一次有特别有一首单曲 Exit也是我们的主题曲 对不对 也第一次跟不管来自于韩国 台湾还是瑞典团队的合作 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曲风 跟这个舞蹈的这个movement 不知道您对于这件事情 能够什么样子的感想 跟这些众多的团队的合作 其实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可以找一些不一样的风格 快歌的风格的歌曲 来去配合我 想要的理念 就是要去突破现在一个跳舞的状态 要去融合在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与其并进 怎么能够可以去迎合现在那个时代 那个舞风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在我选到这个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歌必须要找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面积 现在那个舞风的排舞老师来去帮我去排舞 让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去更进步 所以我们做完这个歌曲之后 我们就跟我的团队开会 我说我有一个大胆的要求 能不能可以请我很欣赏的一对 所以在美国的天团的排舞团队叫Kinja 然后能不能请他们来去帮我去排这支舞 然后我们的团队 然后就打电邮给他们 联络他们 然后他们就马上要回复我们 说非常愿意去帮我去排舞 所以我们实际我们这首歌曲 不单只是为了这支演唱会做一个准备 而且是我想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能够可以邀请到他们来去帮我排舞 然后他们就收到这个电邮之后 两个排舞老师就是分别是 这个Kinja里面的创始人 创始人 所以他们两个最主要的灵魂人物 要飞过来帮我排舞 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 能够请到他们两个来排舞 而且我觉得在整个拍舞的过程里面 在我们练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这一次都 帮助我们想要的东西 要想要的舞风 想要的一种风格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能够 不单只为了我 我希望在我的团队里面 我的舞蹈演员 我的舞蹈演员 他们有一些都是比较年轻 我希望能够可以 透过他们 美国两位老师 要去给他们多一点的一些 灵感跟想法 实施多一点训练 给他们多一点训练 给他们多一点 所以说现在 他们的一些训练的过程里面 他不但只是排舞那么简单 他们只有一面 他们只有一个概念 当你每一个动作 或者是他们做的不好的时候 他会告诉他 你为什么这个动作不好 你什么都可以让你的舞蹈 可以做到像我老师那么的好 所以他会解释给他们听 他们很快的很进步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对他们一个舞者来说 对他们日后再发展 在舞蹈的领域上面 有更多更深的层次 去表现他们